最近呢 韓流當道 大家都很想要模仿韓國的女藝人 學習畫她們的彩妝 那韓妝呢 她主要的重點就是 她整個粉底的質感會是比較透亮的 那眉毛呢 會比我們一般的眉毛畫的再寬一些 那也比較注重鼻影跟一些打亮的位置 那尤其是嘴巴唇妝的地方呢 更是特別會注意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我們可以常常看到 就是有很多人她畫的韓妝 其實是屬於比較錯誤的韓妝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我們要來示範錯誤的韓妝 第一個錯誤示範是蠟筆小心眉 韓式的粗眉呢 得用意是讓人看起來 臉比較小 也比較和善 但是呢 現在很多人呢 會用眉筆框住眉毛的外型來畫眉毛 這是錯誤的方式 錯誤示範2 閃鈴搖滾線 許多女生希望自己的眼睛變大 就會用眼線液把自己的眼線畫得非常的寬 非常的粗 甚至用眼線液整個框住眼睛 但其實這樣的畫法呢 不會讓你的眼睛看起來比較大 反而會讓你的眼睛看起來比較兇哦 其實我們在畫眼線的時候呢 尤其是下眼線的部分 其實呢 大概從眼尾呢 算到眼頭大概三分之一處的位置即可 然後呢 上眼皮的部分呢 也不要太寬 最寬呢 盡量不要超過3厘米 錯誤示範3 唐帶咬唇妝 想要韓式咬唇妝的妝感 卻畫成唐朝侍女的畫法嗎 如果不想要畫成像唐朝侍女 跟一記一樣的咬唇妝 首先呢 先用遮瑕膏 或者是淺珊瑚色的唇膏 上滿整個嘴唇 再用叫聲桃紅或桃粉系的唇膏呢 上在兩唇的中間 再輕輕的抿即可 也可以用手指頭稍微的暈染 就會變成好看的咬唇妝喔 錯誤示範4 艾甲豬油唇 如果唇蜜的量太多的話呢 會讓你一秒變成豬油嘴喔 那豬油嘴的話看起來 就是不是很清潔的感覺 會覺得油油的 其實在上唇蜜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上在兩個嘴唇 上下嘴唇的中間即可 適當的量 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嘴巴更豐盈的感覺的話 只要在嘴角的地方呢 盡量不要上唇蜜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 嘴角的地方會暈染出來 唇蜜會不好看 感覺不清潔喔